就是说 于洲洲家也出了这么大的事 都是因为一张门票 2月26日 张星成和李兰迪谈恋爱的消息上了热搜 事情的起因是 张星成在情人节的时候被网友在泰国偶遇 当时张星成身穿休闲装 头戴帽子在闲逛 有网友发布了偶遇明星仪式 但是没想到 当时和张星成一起去游玩 还有女明星李兰迪 恋情实锤 张星成李兰迪现身泰国约会 被曝已相恋 六年感情稳定 从图片中看女孩子身穿黑色短袖 鞋背着包 两人一前一后再逛街 随即网友从女孩子的头发长度 背影 背带等细节 拔出了和张星成同游泰国的 就是女明星李兰迪 随着张星成和李兰迪一起出游的画面被曝光 恋情传闻在天石锤 与此同时 两人超多恋爱细节也被扒出了 首先是李兰迪工作室 在新年的时候给各大媒体朋友 以及圈内人士送上了新年礼物 其中就有一个张星成代言的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 该产品李兰迪并不是代言人 而巧的是张星成却是代言人 同时 张星成送出的新年礼盒中 也有这一产品 二人共用礼品了 其次 2月16日 星洛宁成堂 主创 进行连线直播 一头短发的李兰迪 身穿白色休闲短袖现身了 要知道现在的季节还是很冷的 不会热到穿短袖 而泰国此时正是旅游旺季 大家衣着很清爽 眼尖的网友根据李兰迪直播的时候 后面出现的画面 扒出这是泰国的加油站 放大图片后 和李兰迪视频连线中的图标是一模一样的 种种迹象证明 张星成和李兰迪一起出游了 与此同时 李兰迪和张星成在2022年4月22日的时候就暗戳戳秀恩爱了 当时 李兰迪晒出了一则户外游玩的风景照 配纹是一起守护宾威物种 过了两个月之后 张星成也晒出了一段露营视频 画面和李兰迪晒出的图片是一样的 只是光线有所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 该景区是在2022年3月份的时候才开放 而张星成虽说是6月份才发布视频 但是视频中张星成身穿的却是长袖 也就是说张星成在6月份之前去玩了 但是当下并没有发视频 过了一段时间才发 为了避开和李兰迪同时发视频 没想到还是被眼尖的网友们发现了 随着张星成和李兰迪恋爱的消息 引起热议之后 二人在2018年10月份的时候 其实就同游被拍 当时 两人亲密互动 在电梯上更是从背后拥抱了张星成 吃饭的时候 二人眼神都拉丝了 回看 张星成和李兰迪的恋爱 可以追溯到两人在2017年拍摄的青春偶像剧《你好就时光》 两人在剧中扮向青春逼人 剧播之后受到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不少网友都喊话这两人CP感十足 可以谈恋爱了 但是当时李兰迪经纪人否认了恋爱的消息 而是说两人是好朋友 所以动作有些轻逆 除了这一次同游被拍之外 张星成和李兰迪的恋情 在前几天就有余记曝光了 余记声称 2017年的大热青春剧CP真的在一起了 两人已经相恋六年了 感情十分稳定 余记表示 两人在2017年的时候就谈上了 两人对待感情很认真 各自都在宣传期 却抽时间一起去过节 专门去泰国约会度假 当时就有网友评论是张星成和李兰迪 现在看来 余记的爆料和今天网友晒出的图片完全一致 两人的恋情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张星成和李兰迪两人作为圈中的实力派小生和小花 演技很好 口碑也不错 出道多年没有乱七八糟的绯闻 他们谈恋爱的画像 幸会收获网友们的祝福的 祝福二位 坐等正式官宣恋情 张星成和李兰迪